今天我们会继续针研的二十五章十一到十五节 起初定这个讲题的时候我都有一点犹疑 因为现代人讲说话的艺术 我怕我咬音都不太正 就会很多时候讲到说话的艺术 来讽刺那些很懂得讲话 说话很有技巧 说话懂得由被重奏轻或者公关能力超强的技量的人 圣经里面怎样去描述说话呢? 圣经里面说一句说话说得合意 绝对不是去强调说话者本身的说话技巧 而是说到说话者本身的品格 要具有忠诚可靠要有诚信和忍耐温柔的品德修养 在一会儿我们看到的十一到十五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不如我们一起读十一十二节先吧 在针研的二十五章十一到十二节预备一二三 一句说得合意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智慧人的劝戒在顺从的人耳中 好像金耳环我精金的装饰 这句说话说得合意其实是智者的表现 他说的说话就是很宝贵 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网 或者有些翻译是银盘子上 另一个新译本的翻译 他说就好像金苹果相在银的器物上高 好像智慧人的宅备在听从人的耳中 好像金耳环和精金的饰物 在这里描述到金苹果相在银的器物上高的时候 是很漂亮很贵重 而智慧人的宣戒或者宅备在听从人的耳中 好像金耳环和金饰物那么宝贵 那么珍而重之 所以智慧人不单单只是说有知识 又经验丰富 圣经所描述的智慧更加是指到 我们很熟悉的《针言九章十节》 经威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智慧者是聪明 因此智慧人的品德、修养才是经文背后的重点 当然智慧人所说的那些劝戒或者是责备 要显得有份量都需要有受教者 他们愿意领受这个心才可以传递出去 有人肯说但没有人肯听 其实都不能成立到这个沟通的关系 所谓忠言逆耳 历史上有很多这些例子 都说到有愿意讲的人 他是没有一些狠受教 愿意去聆听 愿意去领受的人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 大家可能都很知道是纪念屈原的事迹 屈原是春秋时代的楚国大臣 他很爱楚国 也都关心老百姓的生活 可惜他后来不被信任 更加被罢官流放他乡 当秦国攻打楚国的时候 他自知道君主不再听他的劝告 就会导致国家有灾难 他就毅然头肝自尽 大家都应该很熟这个故事 其实以死去回应 不是值得我们学校 不过他曾经是 在一个很不理想的环境处境里面 他仍然勇于去实话实说 去对他的君主去贱言 的确是很难得 说到贱言 我又想起另一个在圣经里面的例子 就是拿丹先知 向大卫王贱言 他有些技巧 他不是很直接地向大卫直戚其非 骂他谋害他人 抢人老婆指出他的罪状 他首先说了一个故事 在当中叫大卫听完故事之后 评一评理 之后才指出大卫他得罪了神 这段经文其实都描述得挺有智慧 我们不如都看一看 他说耶华差遣拿丹去见大卫 拿丹到了大卫那里就对他说 有一座城里面有两个人 一个是富户 一个是穷人 富户有很多的牛群羊群 穷人除了所买来的 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糕之外 就没有其他了 羊糕在他的家里面 和儿女一同的长大 吃他所吃的 喝他所喝的 睡在他的怀中 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 有个客人来到这个富户的家里 这个富户就捨不得 就将自己的牛群羊群里面 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 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糕 预备给客人吃 大卫就甚佬怒那个人 就对拿丹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华起誓 恨这事的人该死 他必偿还羊糕四倍 因为他恨这事 没有连失的心 然后拿丹就对大卫说 你就是那个人 这个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当拿丹想去对大卫说 你得罪了神 你去抢了人家的老婆 成为自己的老婆 你都去谋害了他的神子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都不知道自己没有那种罪疚感 圣经但是就描述到 拿丹就是借着这个故事 去跟他说 你就是那个没有连述的人 原来当他换一下位置 原来当他换一下位置 就会更加明白到 对方的处境感受 就达到点醒其他人的效果 所以有智慧的劝戒 真的很不容易 也是要看时机 记得差不多这样的情况下 我以前带一些高中的年轻人 去参与小学的毕业营里面 他们帮忙做一些小导师 他们每个当带那些小学生 做小导师 每个都说 哇 超辛苦 说句话 他们都不听 极怒气 平日都在罵他 我记得那一刻 我在他们分享的时候 我弹了一句 他说 你终于都开始明白 我们做导师的感受了 那一刻 我就觉得他们都 真是挺有趣 终于明白我们的感受了 大家就在那 互相的在那笑下 智慧人的劝戒 真的很难得 也很不容易 所以重新作智慧人的 不是强调他们的技巧 说话技巧 而是说话者本身的品格 孔子曾经在论语里面说到 他说 君子需要具有智、仁、勇 这三种的微德 要三者兼备知行合一 这才是君子 所谓人者不休 知者不惑、勇者不具 所以自古以来都是非常强调 叫人内在的品格 所以我们看到之后 针研那三段的经文里面 都是描述到 智慧人的一些品德修养 要有忠诚可靠 要诚信 要有忍耐温柔的美德 所以不如我们都去读 第十三到第十五节 我们一起预备 一、二、三 中信的使者 叫差他的人心里疏长 就如在修国时 有冰雪的凉气 空夸赠送礼物的 好象无语的风云 行常忍耐 可以劝动君王 柔和的舌头 能截断骨头 我用了好几个译本 有新译本、现代译本 给大家看多几个译本 希望帮助大家 更加了解经文的意思 忠诚可靠的人 能够令人精神舒畅 就好像严阳下的凉水、凉风一样 收割的时候 有冰雪的凉风、凉气 是很适切、很开心 如果有行山 有时有一阵凉风 你都会觉得很开心、很舒服、很宝贵 其实人与人的沟通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代人真心诚恳 是一个很舒服、自然的关系 所以中容里面 说到 代人以诚、感人以德、交人以善 这是率性的诡道 我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 他就分享到有一位年轻日本的创业家 他就对文章的作者有一个提醒 这个日本人就和作者说了这篇文章里面 就说了这一番说话 他说做人 一个日本人说 做人最重要是要代人以诚、感人以德、交人以善 是一个日本人的成功的创业家 他对这个作者提醒 这个作者有一个反省 他就说自己曾经都是以利益去建立一些人物 他发现到当他失去了给对方的利益的时候 那些人就很可能离开他 但如果是以自己的真心、以道德、以诚意来交往的时候 得来的朋友 在最重要的关头的时候 大家都能够同甘共苦 在最困顿的时候 都能够不便初冲地去支持、扶持 显现出彼此的忠贞的气节 这才是真正的朋友、人物 原来人与人的关系是很简单 就是彼此以礼相待、以承代人、以爱去结怜 原来一个这么简单的道理 他结果都忘记了 这个作者说他反思自己 为什么自己会受到社会上的种种利益 而不断慢慢地被改变了自己和人交往的心态呢? 其实我自己看完这篇文章 我都想我们每一个人 有时都的确不知不觉地被环境、社会所影响了我们的 一些代人处事的心态 我记得有些时候和一些人聊天的时候 他说现在的人很恶的 现在的人很烦的 所以有时跟那些人说话 你一定要绝一点 你一定要直接一点 你不要转弯抹角 或者温柔柔 直接了当 有时直插别人的要害 都要说 当然说话 有时看你在什么时候会说 但我们的确是受到社会环境影响下 我们不自觉地都会有所变化 代人处事里面都会有所变化 当我们被这个环境社会影响 将社会上一些重利益的价值观 带入了自己的生活 家庭 甚至教会的中间 我们可能不自觉 开始会互相猜度 彼此计算 陰谋 我最近常听这些 很多陰谋论去描述他人的想法 或者互真长短 人与人的关系 就逐渐变得疏离 我曾经一试过有弟兄姐妹跟我说 她说 教会的人找到我 都只是叫我 帮那样东西 做那样事奉 做那样事奉 他们有多可会关心我内心的感受需要 即是叫我做 做 做 或者有时候 我们和人说话 因着不同的缘故下 很急 很快 又欠缺一些尊重 说得又很无礼貌 说话又重了的时候 我们的关系 就会受伤害 有时都听到 教会中间 弟兄姐妹 都因着人与人的关系 以至 离开群体 甚至离开教会 离开上帝 那次其实都比我挺深刻 给我很多的提醒 反省 人的确很容易忘记了 一些最基本的 代人处事的态度 好像这几句很简单的说话 以礼相待 以成代人 以爱结怜 我们有几可做得到 有几多提醒自己呢 经文里面说到 空垮赈送礼物的 好象无语的风云 一句 和上一句其实都很相近 特别是指向诚信 他说说话不能够空垮妄言 说过的不算数 就好像有风有云 它是无语 往往只是一些虚幻浮云 甚至是虚言假象 好像在广告里面 往往都是摧虚夸张 一些产品的好处 所以当一些使用者中招之后 就高呼要退货 一样的失望 失信是人与人关系里面的大忌 绝对是会破坏彼此信任的关系 我相信有时我们 或者这一刻的香港社会 都是我们缺乏了信任 就是我们对很多东西都不相信 或者有时都会被很多的假象迷惑了 大家有没有听过 《覆水难收》这句说话 说出来的说话 就好像泼出去的水 是没办法收回 所以我在网上又看到 有八种说话 是不能随便乱说的 大家看看有没有 都说过这些说话 我觉得挺有趣的 他说喪智的话不可以说 即使没有人为你打气 你自己都鼓励一下自己 为什么要说这些喪智的说话 挺有趣的 我觉得 负气的说话 就是负气 人在生气的时候 最好都是保持冷静 不要随便发现 否判了出去 就好像覆水难收 收不回你的说话 抱怨的说话都不要说 人在不满的时候 经常说抱怨的说话 就是怨恨自己 又怨恨他人 其实最后 后果是自己受 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损人的说话都不可以说 他说 我们有时对人不够尊重 不够包容 说的话有时可能想损人利己 但有时损人不利己 所以其实语言损人是一时 但自己人格最终被人看轻 所受的伤害是永久的 我挺喜欢第五个point 自夸的话不能说 宣传自己很喜欢自我标榜 或者是自我夸大 别人听了必定不能够认同 所以自我夸大 其实是没有实际的益处 反而自招一个损伤 其实人要伟大 必须做出一些伟大的事 伟大是要别人去说 不是自己说 所以都是谦卑一点好一点 第六他说 不实的说话不能说 朗来里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了 最后结果应该是很严重的 第七他说 积密的说话不要说 想到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 知道严重性 你就不会乱去开口 最后是私隐的话都不要说 人要互相尊重 你其实都不希望其他人 爆你那些私隐 所以都是不要说 我觉得看完这八句说话 都挺有道理 有时我们真的会说 有时我们真的会说这些 晦气的说话 善智的说话 抱怨的说话 选人的说话 自夸的话 不实的话 一些人家的私隐 一些机密的东西都说出来 当想想的时候 很有意思 其实珍言很多这些 也都对智慧人和渔网人的一些描述 都是关于一些要小心 说话的一些忠谷 我选一些 斟言第十章十四节里面说 智慧人积传知识 渔网人的口促至败坏 智慧人的舌善发知识 愚昧人的口套出愚昧 隐藏怨恨的 有说方的嘴 口出蚕蚌的 至愚妄的人 多言多语 难免有个 禁止水唇是有智慧 禁止水唇是有智慧 我不其然想起这个图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图画 孔子说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有时多言多语 难免有个 好像泼了出去的水 很难收回一些说话 伤人的说话 或者抱怨的说话 或者一些晦气 一些自夸的说话 有时说了 别人听了 就对你一些评价 所以多言多语 难免有个 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针言十章十九节 希望都能够提醒我们 去改善我们代人处事的态度 我相信针言 是有很多这些的金句 是有很多的提醒 最后在这个经文里面说到 恨上忍耐可以劝动君王 柔和的舌头能够截断骨头 恨狗忍耐在新译本里面说 可以劝服这些掌权的人 柔和的舌头可以截断骨头 和另一句的针言 我又想起另一句的针言 都很相似 他说回答柔和 使路消退 言语暴力 触动怒气 暴露的人挑启争端 是用宽阔的心来形容忍耐 憤怒是在宽阔的心里面 在宽阔的心胸里面 是不会抗散出来 反而慢慢就会消散 最终忍受怒气的人 是可以能够止息纷争 持久忍气的人能够劝动君王 柔和的舌头可以截断骨头 要有耐心 要有温柔 其实要去劝戒人 挽回其他人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正如我之前也说 忠言逆矣是这样 都不容易 不过你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 就讲过一些步骤 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 一个很熟悉的听过的步骤 去帮助一些有严隙的人 或者一些有关系 或者对大家有些指责 在这里说 如果有人有弟兄得罪了你 你就去跟他在一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就得了你的弟兄 互相能够真诚地去沟通 希望最终可以 所以彼此有严隙的人 可以和好如初 化解误会 耶稣在这里提到 你要去跟他说 他听你的话 你就得了你的弟兄 如果是不会 你会经过沟通之后 就更加发觉 有时 当你谈谈谈谈 其实有时发觉 可能错的 都不只是他 你自己都可能有错 可能未必是完全是对方的问题 可能你自己都有些问题 有时都在过程里面 认识自己 亦都去虚心向对方去自怯 对方就会 受你的感动下 都会向你示好 双方的关系 就可以复和 可以和好如初 然后耶稣继续说 如果那个人不听你说的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云的口作见证 句句都可以定准 希望多一两位 忠诚有爱心的人协助 可以帮助在 冲突抗大之前 来去化解一些问题 可以更加客观地有些评断 以至可以解决 大家关系的破损 然后大家很熟悉第十七节 若果不听他们 就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障碍 帮人和碎利 若果对方仍然都不肯和好 又不接受一些小组的劝道的时候 我们就要找教会的传道目者 导师的协助 希望能够能够劝告对方 叫他受感动 而能够被挽回 即是被帮助他 但在逼不得意底下 最终可能这些眼心不回转的人 我们圣经里面也可能要疏远 就看他障碍 帮人和碎利 当然我们疏远 不是等于放弃他们 要继续为他们祈祷 或者动员一些小组关怀的力量 祈祷祈祷祈祷 仰望神帮助他 希望他能够离开一些环境的深思意念 因为在第十二到十四节 如果大家看回马太方上文 他说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 一只走迷了路 你们的意思如何呢? 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 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 所以你看回上文 其实耶稣教导门徒 是要尽力挽回那些迷失了的人 他们有问题 但是有可能有些关系的破损的时候 我们就用那个步骤去跟他谈 一个谈不到 找多一两个谈 一两个谈不到 最终可能要找一些掌老 执事 或者是导师 传道牧者 但最终他都不听的时候 才是看他障碍帮人和碎利 所以在耶稣的教导里面 是要尽力挽回那些迷失的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是这样 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所以忍耐 温柔的劝戒实在是很需要智慧 亦都很需要有爱去做 行狗忍耐可以劝服掌权的人 温柔的舌头是可以截断骨头 行狗忍耐可以劝服掌权的人 我又想起保罗的很出名的爱篇 在个人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疾道 爱是不自夸不张寒 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其实人与人的相处里面 最重要是爱 我们的关系里面 是建基于在爱的当中 人这个字 英文Plekson这个字 是很有意思很特别 我看到一本书里面 他说人这个字的字元 是由两个拉丁文 就是Plekson拆开 Plekson那个字 头一个Plekson 那个字就是 解做透过 而后边就是 享 所以是透过而享量的人 或者简单就是 享透者 人是一个透过去享量的人 什么是身上会享量 我们身上如何享量呢 就是有一个 比我们本身所能够 给其他的人去认识 我们可以与神 与其他人的结怜 然后我们就去 反映到神 在我们内在里面 给其他人的认识 影响其他人呢 再继续的 与神与人去结怜 当我们去说 即是对人说 我爱你的时候 其实呢 真正的意思是 你就好像一个窗户一样 透过你 我们就能够 撇见神无尽的爱 不是对方能够 给我们所需要的爱 而是对方 在当中看到 当我们接触到我们的时候 他们看到神在我们中间 神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可以预见 可以接触到 当我们去 和其他人去接触的时候 我们都逼其他人去接触到 认识到 我们身上 反映的神的爱 这份的爱 再透过我们 给其他人去感受 其他人又再感受到 其他人呢 他们所领受的爱 在神的爱的当中 这份呢 就是人与人之间 亲密关系的 正义 爱 和爱共鸣 联敏这个字呢 英文呢 是completion 也都在 拉丁文里面 也都是 拆开去 一同受苦 联敏呢 是一同受苦的意思 每当耶稣 动了慈心 所用的慈 动慈 都是联敏这个字 神的爱 透过人 彼此的联敏 接触 一同去经历 在耶稣身上 我们很具体的 让我们看到 感受到 祂度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上高 祂献上自己的生命 为了救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祂来到我们的中间 经历 和感受我们的一切 和我们一起生活 一起的受苦 一切都是出于爱 出于怜悯 这一份一同受苦的精神 这一份犧牲的精神 就是爱 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里面说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以礼相待 能够以诚待人 以爱结怜 是因为神自己的爱 申言这里所强调 再次不是说话者的技巧 而是说话者本身的品格 是忠诚、可靠、有诚信、忍耐和温柔的品德 今年的教会主题是基督是主 与己与人结怜 我们其实都依然离不开耶稣基督 我们仍然都需要和祂亲近 每一日都必须和祂亲近 才有能力去和自己和其他人结怜 约翰福音里面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你们来了我 就不能作什么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是要靠着神、靠着主 我们才能够和其他人结怜 而让其他人感受到我们和主的结怜 以致就是一个的享透者 Present 神完全的认识我们 祂知道我们的一切 在诗篇里面的一百三十九篇四节里面 祂说耶和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 祂知道我们一切所说的说话 如果一句说话是祂不知道的 正如一开始我所说的 说话是反映这个人的生命品格 喜欢说别人是非 一个论断 甚至一个经常不满、骄傲、妒忌的人呢? 同一个 愿意和别人说鼓励、安慰、欣赏的说话的人呢? 我们看到的 他的反应给我们看的是 他是积极自重 又有怜悯心的人 还是一个无怜悯心 只是懂得去论断、不满、妒忌的人呢? 说话是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生命品格 我们的说话的确是可以反映得到 因此我们要小心的说话 其实能够发出声音已经是一份恩惠 能够用言语去表达自己更加值得感谢主 我们的声音可以充满感情 人的言语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沟通 我们有声音 我们可以和人说话 其实不是必然的事 我们仍有生命气息 可以和人相处 也不是必然的事 所以二分所书里面 四章二十九节里面说 乌慧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我们怎样和人相处呢? 希望我们能够以礼相待 以诚待人 以爱结年 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将到我们每一个熟理的肢体交托你 有时我们说的说话 可能都出于我们自己的习惯 或者环境的影响 我们有时说的说话 都会伤害到他人 希望你都常常的时刻的提醒 帮助 让我们有主意的圣情 让我们和人相处里面 我们懂得如何学习 忍耐温柔的言语 去和其他人的相处 去连结 希望你都给我们 首先与神你自己连结 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 当与人相处的时候 都可以有这个轻香的香气 多谢你听我们的讨告奉主的宋明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